中文字幕志愿者 只因有一段时间没有观察 这条鲨鱼竟然从两米长到了七米 索菲亚不可置信地望着屏幕 如此巨大的鲨鱼让众人不敢动弹 可其中有个队员却想着再次标记 只见它缓缓靠近 并将一枚信号弹射了过去 信号确实重新标记了鲨鱼 但四名队员却遭到了疯狂报复 不赌一切的索菲亚心急如焚 没有多想便拿上武器准备支援 然而就当它刚刚潜入水中 却赫然看到了队员们的残肢断壁 吓坏的索菲亚赶紧观察四周 这时身替鱼网的鲨鱼猛然窜出 然后直接拖着它冲向了深渊 随着周围的压力倍增 索菲亚的耳膜当场破裂 也让它瞬间清醒了过来 慌忙将困住脚踝的鱼网割断 索菲亚在最后时刻终于摆脱了危险 时间一晃来到了三年后 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的塞纳河畔 有两个小青年正在玩耍打捞游戏 第一次他们捞出来一辆单车 可第二次却捞出了一枚炮弹 随即警察闻讯赶了过来 原来炮弹是二战期间留下来的 除了捞出来的这一枚 警方又在附近找到了154枚炮弹 此时的索菲亚已经换了职业 现在的她是一名水族管的讲解员 当年的意外让她的身心受创 本想着以后不会再和之前有所瓜葛 可回家时却被一个叫妮卡的女孩喊住 通过介绍 妮卡是民间海洋保护组织的成员 主要致力于保护海洋的环境和生物 在日常的跟踪观察中 他们意外发现了当年灰青鲨的信标 但令人不解的是 这条鲨鱼竟然离开了海洋 此刻正朝着塞纳河的方向前进 妮卡之所以叫索菲亚过来 就是想让她凭借经验将鲨鱼引回海洋 索菲亚听后觉得不可思议 她认为这不可能是当年的信标 而想要引导鲨鱼更是痴人说梦 双方画部投机陷入尴尬 索菲亚当即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后 三年前惨烈的画面恍若昨日 不禁让索菲亚打开了尘封已久的电脑 可当她启动鲨鱼的信标以后 却果真看到灰青鲨就在塞纳河畔 看来妮卡他们说的没错 如果不及时消灭这条鲨鱼 那么经常下河游泳的人就危险了 为了确认鲨鱼是否存在 索菲亚跟着信标来到了河边 正常来讲灰青鲨不可能在淡水里存活 也或许是信标脱落飘到了这里 不久后才来到了一处流浪汉的住所 此时一只小狗正对着河面狂吹 敏锐的索菲亚很快发现 如果是信标脱落不可能逆流飘的 第二天 索菲亚再次来到河畔进行观察 这时有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是河渝警察打捞起了一具尸体 当即来到现场查看 而此人正是昨晚失踪的流浪汉 流浪汉的下体却不见了 警方认为可能是某种大型生物 所以才叫来了曾经的海洋专家索菲亚 以及对海洋生物熟悉的米卡 从咬痕上来看 基本可以确认是灰青鲨所为 随后 索菲亚将情况向警长做了汇报 并建议立刻关掉水闸剿灭鲨鱼 警长听后根本不信这种说辞 当即决定派遣几个警员下水检查 索菲亚只好跟船协助调查 可米卡却神色匆匆地离开了 一具信标很快确认了精准方位 三名全副武装的警员便跳了下去 起初警员们不觉得会有鲨鱼 但不久后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存在 这时在岸上观察的米卡有些交集 他担心警员们会伤害鲨鱼 于是悄悄打电话给了保护组织 他让眼睛内用黑客技术切断信标 这样就能帮鲨鱼隐藏位置 同一时刻索菲亚失去了信号 急忙招呼警察赶紧提醒下方 片刻之后 三名警员安全回到了船上 虽然大家都没有看到鲨鱼的影子 但通过声纳系统确认了庞然大悟 上岸后的索菲亚觉得诧异 因为信标不可能会无故消失 直到看见不远处的米卡 索菲亚这才恍然明白了一切 当即来到之前的海洋保护组织 索菲亚质问米卡为什么要这样做 米卡解释说一切不过是为了保护鲨鱼 索菲亚听后十分无语 保护海洋生物是没错 但这是一条威胁巴黎的鲨鱼啊 与此同时 警员向上级汇报了河里有鲨鱼 这里即将要举办铁人三项中的游泳比赛 因此不可能现在封锁整条河畔 另外自己也没有这个权限 唯一的办法只能找市长商量 次日上午 警长带着索菲亚拜访了市长 但市长听后却是无动于衷 他更关心的是几天后的比赛 索菲亚警告说真要不听劝继续比赛 届时比赛有可能会变成一场屠杀 市长反驳说我可不管这些 眼见根本劝不动市长 警长等人也只好气愤地离开 既然最高职权不同意封锁河域 于是大家准备用自己的力量消灭鲨鱼 然而就当众人准备行动时 之前关掉信号的眼睛没找过来 他说自己又激活了信标 但却看到鲨鱼跑进了巴黎的地下水库 更让他担心的是 妮卡已经确认了鲨鱼的位置 今晚就要带几十名粉丝去试图引导 所以才慌忙过来寻求帮助 当天晚上 妮卡果然带了众多粉丝来到了地下水库 他要利用声纳系统引导鲨鱼回归大海 可殊不知接下来的危险超乎了想象 同一时刻索菲亚和警察正在赶来 他们穿过长长的地下隧道 然后进到了巴黎著名的死亡帝国 巴黎在早些年因为建造城市 竟然把城市下方几乎挖空了 但后来随着塞纳河的贯通 巴黎下方自然形成了一个水库 也从此被大家戏称为死亡帝国 现在妮卡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圆形深井 唯一的出口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 接下来深井处一旦发生危险 里面的人则很难在短时间内逃命 就当索菲亚和警察赶到现场时 妮卡已经抱着声纳潜入了水中 索菲亚健壮急忙劝她回来 因为鲨鱼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击 谈话间果然看到有预期浮出水面 而且还是一大一小总共两条 妮卡不但不听劝阻 还伸手抚摸鲨鱼宝宝的脑袋 此番操作看待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时有警员跳入水中想拉回妮卡 可米卡却执拗地不肯上岸 但下一秒 不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所有人 因为脚下本就湿滑又狭窄 所以很多人纷纷掉进了深井 小小的空间也顿时成了一个屠宰场 眼见现场已经严重失控 警员下意识地拔枪朝着鲨鱼射击 可微弱的子弹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时唯一的出口成了大家的最后希望 每个人都想着逃出去 但却因为踩踏又造成了新的伤亡 望着眼前混乱不堪的一切 索菲亚眼中充满了悲痛与无助 此次事故共造成了12个人死亡 一时间巴黎的医院里塞满了大量伤员 其实这场悲剧可以完全避免 但总有人在低估自然的力量 事后 警方对深井处做了现场调查 当看到有一只鲨鱼幼崽已经死亡 索菲亚不禁陷入了思考 将鲨鱼的尸体带回去进行研究 原来灰青鲨之所以可以适应淡水 只因是它的身体发生了变异 之后阴差阳错地游进了塞纳河 所以才造就了今天的悲剧 可当鲨鱼的肚子被划开后 里面又涌现了几十条小小的鱼苗 这显然不合常理 联想到之前的鲨鱼只有一条 于是索菲亚惊呼灰青鲨已经进化 甚至还演变成了单性繁殖 深井的位置是鲨鱼在塞纳河的老巢 眼下必须赶紧消灭这条大鲨鱼 不然它会无限繁殖并泛滥整个巴黎 随后 警长带着索菲亚再次拜访市长 并将其中的利害关系讲了一遍 然而市长依旧不肯松口 索菲亚健壮再也忍无可忍 她立声怒斥市长最好三思 并再次强调如果继续举办比赛 那么结果必将会付出惨痛代价 市长听后根本不屑 直接将警长等人轰出了办公室 此时距离比赛仅剩了一天时间 这时索菲亚悄悄找到最优秀的警员 并劝说她应该号召大家振作起来 如果真的放任鲨鱼不做处理 那么明天的比赛极有可能会变成悲剧 思考再三 警员听从了索菲亚的劝导 紧接着 整个合育的警察经过一致商议 决定凭借一己之力干掉那条该死的鲨鱼 虽然这项任务充满了危险 但身为正义的警察又怎能做事不管呢 在索菲亚的建议下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支队伍从之前的入口抵达深井 然后跳进深井下潜30米到达底部 之后游过一条长约20米的通道 刚好能进到一个非常密闭的地下墓穴 他们可以在这里布置一些炸弹 然后通过声纳将鲨鱼吸引过来 等到鲨鱼停留的间隙 他们就引爆炸弹摧毁墓穴 届时坍塌的建筑足以捕死两边的出口 鲨鱼也自然会成为瓮中之鞭 同时刻大家从另一条80米的通道游出去 而外面就是宽阔的塞纳河 第二支小队在河面上准备接应 以防万一会产生什么意外 如此缜密的计划让大家没有意义 于是在第二天开始了具体实施 这一天是巴黎正式举行铁人三项的时刻 因此大家必须在比赛前完成任务 第一支队伍由索菲亚带队 他们一行四人加快脚步来到了深井 并小心翼翼地下潜30米到达了底部 接下来炸弹的布置很顺利 但在吸引鲨鱼时却出现了意外 有人点燃燃烧棒想增大视野 却发现吸引过来的不是一条鲨鱼 而是密密麻麻的上百条 原来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灰青鲨又产下了如此多的宝宝 众人见状不敢怠慢 赶紧放下声纳器准备撤离 这时有几条鲨鱼突然发动袭击 只是几秒便将其中一人啃成了碎炸 眼见队友手中的遥控设备还未启动 有个警员勇敢地游了过去 也被赶来的鲨鱼啃成了碎炸 知道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 索菲亚拉起最后一名警员急忙撤离 而就当两人刚刚游出墓穴 与此同时 巴黎迎来了2024年的世界铁人三项锦标赛 市民则纷纷涌进了塞纳河畔围观庆贺 来自各国的记者和运动员齐聚一堂 此刻的市长在万众瞩目下走了出来 随着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 市长打响了比赛的枪声 紧接着有数百名运动员跳了下去 他们的热情高涨 却丝毫不知死神正在来的路上 另一边 第二支小队顺利地接到了索菲亚和警员 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 但索菲亚又重新扎入了河底 他想确认出口是否已经完全坍塌 当看到严丝合缝的一堆乱石 索菲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灰青沙却冲了出来 很显然坍塌的厚度还是太薄 根本不足以困住这头凶猛大鱼 灰青沙围着索菲亚转了一圈 之后便朝着塞纳河冲了过去 索菲亚赶紧游出了水面 可就在他准备登上第二支小队时 索菲亚和警员最终活了下来 他们艰难地爬上了漂浮的气体 令人奇怪的是 鲨鱼没有继续围攻索菲亚 而是朝着比赛的方向游了过去 几分钟后 热闹非凡的比赛开始发生一场 等到裁判终于发现鲨鱼的存在 一切都变得为时已晚 恐怖如此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极度混乱 望着眼前惨烈无比的画面 市长早已吓尿了裤子 此刻维护安保的军队出手了 对着鲨鱼就是一顿猛烈扫射 然而灰青鲨的强大超乎了想象 或许是灰青鲨的智力也得到了精华 他竟然游向了一堆炮弹 原来之前警方并没有清完隐患 猛烈的游动掀起炮弹拔地而起 其中有一枚炮弹终于启动 于是便引起了一场连锁反应 剧烈的爆炸掀起了滔天巨浪 铺天盖地的架势席卷了所有人 在汹涌潮水袭来的时候 警员用力地抱住了索菲亚 市长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河水吞没 索菲亚和警员侥幸活了下来 可此时的情况却显得令人费解 两人好不容易爬上的地方 竟然是一栋建筑的顶端 警员颤巍巍地询问是否已经结束 但索菲亚却望着前方陷入了沉没 这时有一条被其浮出了水面 紧接着水面上浮现了更多的被其 其中有一条硕大无比 显然最初的那条灰青沙并没有死 故事的最后 灰青沙不仅占领了巴黎 继而又占领了欧洲 顺着海洋的流向 它又占领了世界的其他角落